耳南開高了 雙就站起來啦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台灣的實況台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幫大家呢 來開箱一下這一款 排球少年Fly High 那我們在整個開箱的過程中呢 我們不只會單純在台服這邊操作 我們也會呢 不定時的回去日服這邊來看一下 那日服這邊呢 我目前的進度呢 是玩到遠征第十章這裡 然後呢總戰力大概是3萬多啦 好不過這個賬號基本上完全是無課的 我連這個監援媽媽我都沒有買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開抽吧 課金都課了對不對 來我們先把這個必得SSR球員的這個 我希望可以給我東風好不好 拜託東風學長 來吧 東風學長求求你 東風學長拜託東風 怎麼是你呀老哥 哎呦哎呀 完蛋啦 怎麼抽到這一隻啦 靠要給你一顆星 給我這隻 給你一顆星 去 這遊戲有料嗎 我覺得還可以 他的3D模組做的是蠻精緻的 但玩法我覺得目前有待加強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來把月島抽出來吧 月島先抽 沒有月島活不下去啊 拜託 好如果能夠30抽就給我中月島的話 那我就舒服了 然後要怎麼樣看自己有沒有抽中SSR角色呢 很簡單 就是你在抽的時候 把這本書翻開來看到有金色的光出現 就代表你中了 不要再給我垃圾啦 哎中了耶 哇40抽耶 月島贏 就是你了 怎麼是你全部給我藍王手幹嘛啦 哦 真的很兆耶 這個遊戲 到底是怎樣 一顆星 抽完還問你評價 好不好 我抽到我不想要的 我還給你五顆星喔 有一點很重要喔 這個保底次數 抽到之後會重置 然後下一個詞 是不會 繼承的喔 月島 今天不中不歸啊 哎呀 有保底啦 好啦 月島了 月島中了啦 月島中了 好啦 有啦有啦 給我月島了 五顆星啦 不對 想到保底還是很不爽 應該給他一顆的 抽完月島要抽影山嗎 各位 現在在看直播的623人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強烈的建議 在座各位 不要浪費錢去抽影山 絕對不要浪費錢 去抽練習服的影山 為什麼 這個遊戲裡面 有一個機制 叫做陣容 counter 陣容呢 他會有四種角色 這個陣容是由誰決定的 是由你的二傳手決定的 二傳手呢 目前有的類型 就是影山 他是屬於速攻類型 你可以看這個地方 來看到哪一些角色 是哪一些不同的類型 有這四種不同的類型 影山 快攻 藍網的是黃金川 強攻的是 尖緣媽媽 然後 接球的是 炎魔 如果你花了錢 去抽練習版的影山飛熊 他這個北川第一的影山飛熊 其實就可以取代他基本的功用了 除非 你想要打到PVP的頂端 要不然你根本沒有必要去抽 這支練習服的影山 那我相信大部分玩這個遊戲的人呢 應該都不見得是眾客 然後要打PVP 打到前幾名的 所以真的沒有必要浪費錢 去抽影山飛熊 OK 所以既然二傳很重要的話 那也代表就是說 你幾乎是每一種類型的二傳 都必須要有 那麼新手禮包33塊的這個 劍遠媽媽呢 我就強烈的推薦大家 你必須得買 那這樣子一來 不管你要打什麼陣容 像目前強攻類型的二傳手呢 在集穿測出來之前呢 唯一最強的就是劍遠媽媽了 所以你一開始 如果想要打得舒服 打得快樂 那我就會強烈的建議你 33塊的這個禮包 不要猶豫 直接花下去 OK 然後呢 如果你 很幸運的抽到了 這一隻黃金穿 那恭喜你 你中了大獎 這一隻角色 目前 算是最頂的 唯一的 藍網類型的二傳手 然後這幾個SSR的 二傳手啊 他們都有二次攻擊 什麼叫二次攻擊 我們在以前玩Touch the Dream的時候 我們叫他 2 Attack 他可以直接在二次進攻 就直接 無視對方藍網直接得分 所以蠻好用的 這兩隻 但我不覺得有需要再花一筆錢 去把他抽出來 但是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開台為了什麼 為了要抽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 還是要抽 我強烈的建議 在座各位 不要浪費錢 去抽銀杉 真心喔 哎呀 還是要抽 好不好 還是要抽 雖然我不覺得 他會在30抽就給我 我不覺得 他會在30抽就給我 我真的不覺得 他會在30抽就給我 我也不覺得 他會在40抽就給我 我真的不會這麼覺得 他在50抽就給我 我真的不這麼覺得 他會讓我保底還出別的角色 我真的不這麼覺得喔 最好不要給我怪怪的東西喔 你最好不要給我怪怪的東西喔 我警告你喔 有了嘛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玩遊戲好玩遊戲 來再問我一次 喜不喜歡這個遊戲 好啊好啊 五顆星好啊 好遊戲好遊戲 讚讚讚 呵呵 反正這個遊戲 現在一開始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你就是一直農就對了 所以五顆玩家 可以先把資源 all in 月島是嗎 對 基本上就是all in 月島 這個遊戲感覺很刻 不會刻啊 這遊戲是可以慢慢玩 這個遊戲 你可以選擇慢慢玩 不需要刻 你自己玩得很爽 就ok了 這個遊戲日版 我完全沒有花半毛錢 你慢慢農 每天就慢慢農 你也可以把角色池農到很強 如果你要跟人比 比不完 如果你只是自己玩爽的 你想要 組成一個烏野隊 或者是你想要組成一個伊達攻隊 那絕對沒有問題 慢慢農一定可以 反正客家有客家的玩法 客長有客長的玩法 欸你說的沒錯 沒錯就是這樣子 再來是很多人都會在實況當中 問我的問題 就是開局的四聖獸 到底應該選哪一隻 什麼叫四聖獸呢 就是我們的 惠宇利夫 炎拳一 青跟高升 還有最後一個 田中角碎哥 到底應該要選哪一隻 那我在實況當中呢 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說我為什麼推薦大家選惠宇利也服 那我現在呢就 巨細迷的 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這隻角色 是一個非常噁心的角色 我自己之前玩陸服的經驗是 我呢 沒有抽到惠宇利也服 我一開始開局的時候 我是選田中 因為我的動機很單純 我就是我要湊滿烏野整隊 可是呢 我發現烏野整隊 這個陣容是有上限的 每一次啊 我在上去PVP 打到前面那幾個排名的時候 我總是被幾個特定的組合打爆 這個組合當中呢 一定會有一個球員 就是 惠宇利也服 這隻角色超級噁心 我來跟大家說為什麼 首先呢 你只要一開始有農資源 你抽到月島營這個角色 一定是沒問題的對吧 好月島營這個角色呢 他的本身的天賦能力呢 就是當他在場上 籃網一次的時候 他就會為對方的扣球球員 施加一個Debuff 好各位 注意重點來了哦 他會為對方施加Debuff 那Debuff這個能力呢 又可以加在什麼地方呢 來我們看看 輝宇利也服他有什麼能力 輝宇利也服他的能力呢 是當他在快攻扣球的時候 對方籃網球員如果有Debuff的話呢 籃網的威力就會減少 再來他在我方球員 如果接球結果為Perfect的時候 他的快攻扣球的威力 會再增加15% 所以這樣一來一回 整體的那個能力加成 這角色會被疊得超級高 所以月島放前排 輝宇放後排 後排再加一個自由球員 在日服那邊呢 後排要嘛就是溪谷 要嘛就是夜久 這兩個角色 他們接球基本上很高的機率 都會是Perfect 所以你只要讓他接到Perfect的 這一回合基本上一定是不用玩 他一定可以穩得分 那你說那之後 如果日向翔陽出來了之後怎麼辦呢 大家只要每一天 能夠把這個最強誘餌給他解滿 甚至呢你買通行證 可以很快的拿到日向翔陽這角色 拿到他之後 這個角色又可以有化學效應哦 注意雖然一個是陰居的一個是烏野的 但他們的化學效應就是在於他的羈絆 他會有一個不定義王牌組 這個快攻加15加5%的這個能力呢 就是直接常駐超級噁心的 所以呢 這個是為什麼我首推惠宇烈夫的原因 那其他角色呢 目前為止在集穿測還沒有出來的情況下 我會說嚴權1他可能不是那麼的強 可是如果他在集穿測出來之後呢 那他的強度可能又是另外一個等級了 那這個我們就不好說 因為我在日服那邊自己還沒有抽到這個角色過 所以這個是我首推惠宇烈夫的原因 那其他角色呢 我覺得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來自己決定你要選哪一隻 石抽出月島的主播 好啦好啦你們這些人通通下去啦 欠扁是不是啊 我們用個手動好了來看看 打不回來 喔打回來了 哇靠 來 我們這邊直接給影山扣球 有囉 中 欸靠竟要不要接到了 來這邊直接 攔個往 可以吧 攔下來吧 哇 接不到 可悲 請問主播自由人的輪換是有什麼依據嗎 我目前是隨便放 隨便放就好了 自由人隨便放就好 因為現在自由人也不多 來我們這邊打一個速攻吧 月島速攻 月島就是攻守都能用 這個角色非常非常強 我跟大家真的手推月島 月島真的太強了 這角色到現在都還是日服當中的T0的角色 太強了 岩拳1啊 OK 籃王 月島 籃一個吧 OK 中 好啊 冰崩 好啦 這一球就把你KO 請問主播保底可能不是月島嗎 160抽必中月島 就是你 也不是160抽啦 應該是說 如果你 你第一次的SSR沒中月島的話 第二次的SSR基本上是必中月島的 OK 中 80抽是小保底 沒錯小保底 就是必出SSR 但是不一定出月島就是了 好記得這個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打喔 這個一定要把他打到很後面的關卡 因為打到後面的關卡 你那個掛機的經驗會加很多 我看一下我日服現在打到第幾關 打到第89關 反正這個遊戲就是慢慢農啦好不好 我來稍微統整一下目前他跟日服的差別在哪裡好了 從早上一出我玩到現在 他有一個日服沒有的東西 就是這裡 但這個基本上就是只限課金玩家啦 就他有清水學姐 日服到現在還沒有出這個清水學姐 然後他也沒有這個轉盤 然後還有他對於影山這個角色 日服當初剛出的時候 他這隻角色是限定 你一定要用有償的課金券 你才能夠抽這隻角色 但現在他直接一開始就放上來 讓你們都可以用自己農的資源去抽 這點我覺得對於喜歡影山的人算是蠻不錯的 他感覺應該是有把我 內部嘴砲很兇的那部影片聽進去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我想就開到這邊吧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之後我會出的新影片 大家晚安